分別的 有些我去問布袋齊 其實最早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曉得怎麼工作比這個還好 你看 你每天面對不同的一個消費者 就是你的老闆 然後你老闆今天會請你去演戲 他一定很高興 他也高興拿錢給你的時候 還跟你說謝謝老師傅 那種成就那滿足感是講真的不是你拿到這些錢得到的一個滿足 感謝國議會他在製作了一個布袋戲專案 這個一個一個發表演出的計畫 其實在我們以前我們布袋戲要有這麼大的一個製作 跟上軌道的一個戲劇的製作 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其實《黑金英雄內》講真的 這是我103年的作品 那其實在這個作品的一個從籌備到完成 在表演呈現的時候大概是8個月 那其實這裡面的一個角色我已經揣摩大概兩三年 因為他有一點我個人生活的一個影子 這個角色我揣摩了兩三年 那因為我沒辦法去創造出一個戲劇 那剛好遇到國議會有這個專案 我可以請導演 我可以請編劇 我可以請舞台監督 把我的想法經過兩三年個性的一個醞釀 把它發成一個角色 其實布袋戲講真的也可以說是 我這輩子唯一的工作 然後我也想把它當成我的生命 嗯... 我也想說我如果改天而言 在舞台上結束我一生也不錯了 嗯... 中文字幕——YK